好 我們一開始先趕快帶大家來看到 在關島附近海面生成的熱帶性低氣壓 距離台灣還很遠 還有三千多公里 而且中心還在整合當中 預估今天這個熱帶性低氣壓的強度 會稍微增強 很有機會升級成為輕度颱風 而在四月出現第一個颱風 其實不算少見 而且它的後續的移動方向 各國預測都很類似 預計會往西北西方移動 之後會來個大轉彎 沿著日本南方海面 再往東北方移動 對台灣不會有太大影響 回到台灣的天氣 我們趕快看到衛星雲圖 這波東北季風不是那麼強 所以今天的溫度變化上面 主要影響的就是在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白天高温還有昨天相比 會下降1到2度 來到22到25度 而中南部的朋友就沒什麼感覺了 白天高温還有27到28度 甚至會接近30度 來看到下雨的部分 今天的雨區主要由迎風面為主 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花蓮水池都比較多 要特別注意在宜蘭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局部比較大的雨勢發生 而台東北部的山區 也容易會有一點點雨 但是雨就會比北部 還有東北部還要局部 空檔也會比較多 其他的下雨部分 就剩下在中南部的山區 可能會有一點零星的降雨 而北部的平地 還有中南部 今天都會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要稍微注意的就是 東北季風稍微增強 被封測的中南部 污染物比較容易累積 所以今天在雲林的斗六 還有嘉義 台南的新營 還有高雄的鳳山 還有大寮 五個側站都已經亮起 橘色提醒了 是對過敏族群不健康的 另外在預報上面呢 雲嘉南還有高坪空品區 都是橘色提醒 所以過敏族 今天要特別注意口罩要戴好 還有要注意的是 今天在西半部 還有馬祖地區 容易會有局部物 或者是低雲 一大早在嘉義還有台南 能見度已經不到兩百公尺了 所以今天開車還有走路 都要慢一點 注意交通安全 來看到紫外線的部分 今天在外島的馬祖 金門澎湖紫外線 都是過量級的 而新竹以南也都是高量級 所以今天出門的話呢 中南部的朋友 還有外島的朋友 都要記得做好防曬 來看到明天開始 東北季風會減弱 所以北部還有東半部的氣溫 就會開始回升了 接下來一直照下週二 預計天氣 都會是比較溫暖穩定的 在迎風面偶爾會有一點下雨 而西半部就是好天氣的情況 下一波的天氣要再有變化 可能要在十三號 十四號之後了 不過目前這個變化的預報 也不斷地延後 我們會幫您持續鎖定 所以接下來幾天下雨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因為東北季風稍微增強 在迎風面比較容易下雨 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的雨勢 會比較明顯 還有花蓮 水氣都比較多 要特別注意宜蘭雨勢會比較大 中南部山區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而明天後天水氣會再比今天少一點 會是一個東山偶遇西山群的情況 也就是在迎風面偶爾會下一點雨 而西半部就是好天氣了 我們來看到溫度趨勢的變化 北部地區今天溫度 因為東北季風稍微降低 明天開始就會逐漸回溫 到週末有機會來到三十度 下週三有可能來到三十一度的高溫 有點熱喔 來看到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天氣就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影響了 這幾天的高溫維持二十七到二十九度 但是要留意日夜溫差有八到十度 出門還是多帶件保暖外套比較好 來看到南部地區 南部地區這幾天都很溫暖 氣溫也是一路往上升 到下週預計也會來到三十一度的高溫 真的會覺得有點熱 看到東部地區的情況 東部地區今天也受到一點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溫度稍微下降高溫來到二十三度 明天開始就會逐漸回溫一路往上升 到週末有機會來到二十六二十七度 變得比較溫暖舒適的天氣 來看到接下來幾天天氣的狀況 中部南部今天一直到下週一 都是有陽光的好天氣 而且高溫可以上看二十九到三十二度 有點像夏天的感覺了 而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呢 今天的天氣稍微有一點不太好 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今天是陰天到有一點雨 但是明天開始就會好轉到週末兩天 都會是有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而且很溫暖 在東部高溫預計會來到二十九度 而北部呢高溫也會出現三十度的高溫喔 可以好好配合防疫 規劃一下週末出門踏青的計畫囉 方林整理今天的氣象重點 受東北季風影響 今天在北部還有東半部 高溫會稍微下降一到兩度 還有這一波東北季風來得快去得也快 明天開始就會回溫了 而今天在陰風面容一下短暫雨 尤其在宜蘭花蓮還有基隆北海岸會比較明顯 西半部的話就要留意清晨夜晚 可能會有漁步的霧影響能見度 而在空氣品質方面呢 雲嘉南還有高頻空比區 預計空氣都不太好 今天已經有五個側站亮起了橘色燈號 過敏族群真的要特別注意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氣象 把時間交給晨熙 再次推出一下 總之可以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